我們會做一個電腦的自動體會 確認說我們的一個檢體 檢體的一個轉移的過程中是正確的 基隆長根醫院維生物組組長黃國如 在工作台將檢體先預作整理後 就放進機台內部 由機器手臂執行一連串的 檢體萃取及檢驗工作 這是基隆長醫院最新引進的 全自動新冠病毒檢測機台 透過自動操作方式 讓整個PCR採檢量能大幅提升 不但擴大檢體處理量能 到一天能處理將近800例 更將等待採檢結果時間 從3天大幅縮短到只要3小時 把我們傳統必須要手工先做核酸的萃取 這個動作整定到流程裡面 那核酸的萃取以及整個反應的進行 還有反應後的檢測的偵測是一條龍全部作業 這是第一個特點 那第二個特點是在於 它的時效可以比較縮短 那除此之外除了時效縮短 它的檢驗的量也可以提升 那最重要的就是 它這個檢測的準確度的話 跟其他機器立起來的話 是好不遜色的 那這個擴大篩檢我們就可以把 這些沒有症狀的病人 能夠提早的把它篩檢出來 隔絕它的傳播鏈 所以對抗疫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我相信對基隆的防疫的工作 可以起的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因為之前我們基隆的PCR的一個能量 剛剛在講 在長庚醫院是140一天 那在布基的話是200 200粒一天 所以兩個加起來也不過就是 340粒的這樣子一個能量 但是今天這一台新的檢測機器進來 單單是這個機器 就可以增加至少一天700粒的檢測的能量 所以是增加了大幅增加了 差不多5倍多的一個量的 衛生局長吳哲成補充說明 目前基隆是採取擴大篩檢機制 把匡列範圍擴大 意料追蹤到發病前14天的密切接觸者 進行PCR檢測 快篩則是擴大篩檢 只要市民自己覺得需要篩檢 就可以預約 希望透過嚴密的篩檢作為 有效控制疫情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